第3893章生死战开启 某个神秘时空 一座古老的黑色电雨中 释放出滔天的阴森气息 此刻大殿深处 盘西坐着一个人 正是大个月前离开的龙天中 在他四周 倒倒漆黑诡异的影子 时而攥入他的五官 时而从他的毛孔中攥出 极其的害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 龙天中体内似乎觉醒了某股神秘力量 让他的气势在短短半个月内 提升数倍之多 轰隆隆 杰云出现 应该是修炼了某种天地不容的功法 才导致杰云降临 欲要将其毁灭 龙天中猛地睁开双眼 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眸 此刻变得星红无比 尤其是他的眼球 竟然变成了墨绿色 扭曲的五官 让龙天中陷入癫狂状态 口中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杰云轰然杂下 落在了龙天中的身体上 咔嚓 嗤嗤嗤 漆黑的大殿 被杰云包裹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龙天中任由杰云砸下 只要扛过了杰云 他便能脱胎换骨 成为绝世强者 杰杰杰 没想到我邪屋 还有重生的一天 一道惊悚的声音 从龙天中口中发出 已经分辨不出 坐在黑色大殿中 到底是龙天中 还是邪屋 亦或者 他们已经合二为一 随着杰云不断砸下 龙天中周身细袭 竟然攀升到半步神帝境 还在不停地攀升 天帝规则 给我遂 龙天中立和一生 只要掌握了天帝规则 那他就能触碰到 为神帝境了 到底是什么传承 能让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修为提升如此之多 荒谷时期 诞生一代邪屋 凭借极其歹毒的邪屋之术 蛊惑人心 滥杀无辜 不知多少强者死于邪屋之手 这就是邪屋的来历 几百年前 龙天中就找到了此处 却不敢接受邪屋的传承 一旦接受 意味着从此以后 变成邪屋的奴隶 为邪屋做事 不接受传承 生死之战 必然死于柳无邪之手 为了活下去 他只能铤而走险 劫云形成的风暴越来越强 已经将龙天中彻底淹没 邪屋领域 给我开 龙天中双手突然撑开 周围的劫云发出嘶嘶声 承受不住邪屋之力 正在不断被侵蚀 连天地规则 都奈何不了邪屋 可想而知邪屋生前的实力 有多强大 甚至有可能是超越神帝级别的存在 这一切柳无邪浑然不知 抵达天神殿后 很快就有长老前来接待 带我去西柳谷吧 柳无邪现在不是天神殿弟子 自然无法返回之前的住处 让长老带他去西柳谷 费老已经离开了 就住在天道会 柳无邪喜欢安静 暂时不想跟太多人接触 西柳谷依旧 茅草屋 荒废的神药园 还有涓涓流水 柳无邪搬出那张椅子 舒服地躺在西柳旁 欣赏着难得的美景 思思凉意袭来 不知不觉 又是领东来临 刚躺下没多久 西柳谷来了三位不速之客 见过三位前辈 来人正是天剑 地剑跟正北元三人 韩贝贝忙着维持宗门秩序 战时无暇分身 正北元从不干涉宗门的事情 一直闲云荷野般生活 听到柳无邪来到西柳谷 这才陪着天剑跟地剑一起过来 不用如此客气 天剑跟地剑没什么架子 正北元已经搬来了椅子 就放在柳无邪身边 天剑跟地剑跟着一起坐下 四个人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一起看着西柳从自己面前流过 三位前辈不会是来陪我一起看风景的吧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柳无邪率先打开画夹子 他们过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 之前的事情 是天神殿做得有些过分了 天剑刚要开口说到一半 就被柳无邪硬生生打断了 如果前辈是来找晚辈谈心的 晚辈欢迎之至 要是谈论其他事情 那是晚辈不能奉陪了 说完 柳无邪起身就要离开 无论之前天神殿做了什么 他们之间已经一笔勾销 没必要继续解释 天剑跟地剑相互对事 一眼随后发出一声苦笑 你接下来是如何打算的 既然柳无邪不想救世重提 天剑跟地剑只好查开话题 静静发展 迎接乱世来临 柳无邪说的倒是实情 并未欺骗他们 升天的事情 你应该都知道了 需要我们做什么的 我们全力配合 地剑这时候开口道 柳无邪倒霉觉得意外 以天剑跟地剑的能力 应该能查到很多东西 我答应了升红前辈 自然会做到 如果真有需要 晚辈自然不会客气 接下来聊的都是一些场面话 既然他已经不是天神殿弟子 还是保持一段距离比较好 你如何看待裴无依 天剑画风一转 突然提到了裴无依 让柳无邪眉毛一挑 难道天剑跟地剑也发现了什么 晚辈加入宗门几年 跟店主只有数面之缘 谈不上多了解 所以不敢妄下结论 柳无邪思索了一下 随后开口道 事实跟他描述的也差不多 加入宗门这几年 确实没见过店主几次 无论他们问什么 柳无邪对答如流 对于一些争议性问题 选择一待而过 从谈话中不难听出 天剑跟地剑已经开始怀疑裴无依了 只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一旦抓住裴无一把柄 以天剑跟地剑的地位 完全可以罢免他这个店主 天剑跟地剑说的这些 跟柳无邪没任何关系 这是他们天神殿自己内部的事情 他要做的 就出身天 任务就算完成了 至于天神殿跟万独教的恩怨 与他有何干系 天色不早了 我会安排人随时候命 这两日你便在这里休息吧 看了一眼天色 天剑跟地剑站起来 恭送三位前辈 柳无邪对他们三个 还是非常的客气 无论是天剑跟地剑 还是郑北元 自己在天神殿这几年 他们没少照拂 西流谷再次安静下来 离开之前 天剑安排了两名女弟子随时候命 柳无邪倒也没有拒绝 继续坐在西流边 直到天色彻底暗下来 这才回到之前居住的茅草屋 里面陈设依旧 只是落了一些灰尘 就在刚才 两名女弟子已经将里面重新收拾一遍 非常的干净 柳师兄 屋子都收拾干净了 两名女弟子绝对是精挑戏选出来 长得非常漂亮 十分恭敬地朝柳无邪举了一攻 你们下去吧 如果有需要 我会招呼你们的 柳无邪摆了摆手 是以他们可以离开了 两名女弟子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 却又不敢开口 还有事 柳无邪故意问道 天剑派他们两个过来 目的不言而喻 让我们服侍柳师兄休息吧 右侧那名女弟子 轻咬被耻 胜若闻盈 还是能传到柳无邪耳里 是三位长老让你们这么做的吧 回去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还想成为我柳无邪的朋友 就不要用这种手段了 柳无邪说完 关闭了屋门 将两名绝美帝女弟子晾在外面 两名女弟子犹豫了半天 最终还是离开了西柳谷 郑北渊听完两名女弟子的汇报 示意他们可以回去了 暂时不用去西柳谷 柳无邪盘息坐在木榻上 安安静静修炼 突破到神王七虫 体内气血提升了一倍之多 每一次吞吐 周围圣宝气极其躁动 一日凌晨 郑北渊自己来到西柳谷 给柳无邪送来一个消息 无邪 龙天忠大半个月之前离开宗门 至今还没回来 明日就是生死之战 需不需要将生死之战延迟一段时间 郑北渊见到柳无邪 将龙天忠离开宗门的事情如实告知 无需延迟 他一定能按时回来 柳无邪摆了摆手 从那名黑衣人口中得知 龙天忠去某个地方接受传承了 他肯定会在生死之战当日出现的 既然是古老的传承 龙天忠早不去 晚不去 偏偏选择这时候前去 看来这个传承 绝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好 生死台那便已经准备妥当 明日一早便能开启 到时候我来接你 郑北渊简单说了两句 便离开了西柳谷 接下来一天时间 天神殿越来越热闹 精神剑宗跟神水宗都派高层前来观战 整个宗门热闹非凡 唯有溪流谷安静祥和 时间一点点流逝 很快来到了第二日 生死台建立在宗门外面 占据大半个山脉 巨大的擂台 用各种罕见的青石搭建而成 以免造成坍塌 每一块青石里面 有特殊的符纹加持 纵然是神皇境 都很难将其摧毁 生死台四周 搭建了大量的平台 方便前来的修饰观摩 远远望去 已经有好几万人抵达此处 大部分平台上 已经人满为患 你们猜 这一战谁能活到最后 各大平台上议论纷纷 猜测谁能赢下生死战 肯定是柳无邪 当日那一战你们又不是没看到 他可是击败了顶级神皇境 龙天宗充其量不过神皇五重 哪里是柳无邪的对手 这一战完全没什么悬念 当年嘲讽柳无邪的那些人 此刻都换了一副嘴脸 认为这一战龙天宗必败无疑 第3894张横撞天穷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修饰数量 还在不断增加 生死台四周的平台上 早已人满为患 天神殿也没想到 这一战竟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除了中三域诸多宗门外 上古石家也有强者驾铃 柳无邪走出茅草屋 郑北元已经守在门外 出发 招郑北元点了点头 两人离开了溪柳谷 半个时辰后 柳无邪穿过提前开辟出来的一条通道 顺利来到生死雷台 是柳无邪 柳无邪还没踏入生死台 无数山呼海啸般的声音 犹如潮水一般 欲要将柳无邪淹没在声浪的海洋中 天道会高层已经到了 以徐林雪为首的一众女子 她们坐在高台上 见到夫君的那一刻 所有人全部站起来 是爹爹柳青站起来 乃声乃气地喊道 张开小手 想要让父亲抱抱 柳青 把妹妹抱过来 见柳青招生死台跑去 慕容仪这时候开口道 柳青已经长大了 成了十五六岁的大姑娘 婷婷玉丽 跟她母亲一样 长相倾国倾城 柳大山 盐玉 徐一玲 杨子 韩非子 穆天梨 华飞宇 石娃 小千 碧公宇 她们占据了大半个平台 每个人表情凝重 无邪不会有事的 柳大山握住妻子的手 一脸安慰地说道 我们欠无邪太多太多了 盐玉抬起手抹去眼角的泪水 身为母亲 看着孩子踏上生死台 那种心情可想而知 徐一玲没说话 脸上表情足以说明一切 在她心里 早就把柳无邪当成亲儿子看待 如今孩子跟人生死搏斗 身为父母 怎么可能不担心 韩非子还有慕天梨他们 每个人正经为坐 大气不敢喘一下 他们紧捏双拳 柳兄真要是死在擂台上 会第一时间发动整个天道会之力 替柳兄报仇 柳无邪突然停下来 目光落在天道会区域 朝他们轻轻点了点头 言喻哭得更厉害了 你这样无邪会有心理压力的 都别哭了 我们是来给无邪加油打气的 不是给他增加心理负担 柳大山这时候突然站起来 对着众人呵斥一声 包括自己妻子在内 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范雅性格较为软弱 眼泪巴搭巴搭地掉下来 听到呵斥 赶紧收住眼泪 无数议论声 响彻整个山脉 柳无邪跟家人打过招呼后 迈着坚定的步伐 一步步走向生死擂台 树枝不惊的目光 随着柳无邪的身躯移动 穿过提前铺设好的侵蚀路 柳无邪顺着时间而上 终于来到方圆万丈的巨大生死台 擂台四周 布满大量的静置 一道道秦天神柱通天而起 大战一旦开启 这些主子瞬间激发 形成一道防御罩 将整个生死台笼罩其中 这样聚集在四周观战的修饰 就不会受到波及 顶级神皇境 举手投足之间就是毁天灭地 没有阵法防御 整座山脉都会以为平地 那些观战的修饰会死伤无数 安全方面 天神殿做得非常好 踏上生死台 柳无邪来到中间区域 眼观鼻 鼻观星 隔绝了跟外界联系 进入真空状态 龙天中怎么还没出现 柳无邪刚站定没多久 四周响起雷鸣般的声音 询问龙天中下落 虽然没有规定生死战具体时辰 柳无邪已经到了 按理说 龙天中也该到了 我收到消息 龙天中大半个月前就离开了天神殿 难道是吓得不敢生死战 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各大平台都有消息传出 龙天中离开天神殿 并非什么秘密 早已在天神殿高层传开 龙天中竟然逃了 真是让我瞧不起他 听到龙天中离开了宗门 至今下落不明 惹来很多人一阵鄙夷夷 柳无邪隔绝了跟外界的联系 所以四周的议论声 根本传不到他的耳里 无至于吧 龙天中好歹是天神殿妻子之一 竟然连出战的勇气都没有 如果真的逃走了 那天神殿的口碑将彻底崩塌 各种嘲讽声扑天带地 全部是讨伐龙天中的 龙家高层基本都来了 龙家家主面色阴沉 龙家能这么快崛起 全靠龙天中身份地位 才让龙家短短千年成为一流家族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要不是龙天中三番五次想要诛杀柳无邪 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柳无邪诛杀龙一鸣 抢走欲龙剑 烈日当空 不知不觉一个多时尘过去 前来观战的修士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甚至一些好事的修士 开始打砸四周的东西 区域太大了 天神殿佑不敢与天下为敌 只能派长老四周安抚 龙天中 你这个缩头乌龟 你以为躲得过去吗 除非你一辈子躲着不出来了 被龙家欺辱的一些家族纷纷站出来 怒斥龙天中 高呼他是缩头乌龟 任何一个家族崛起 都是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 龙家这些年 不知道蚕食多少地盘 许多小家族被他们吃掉 有人带头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各种羞辱声 形成声浪 响彻整个天地 天神殿高层跟龙家高层脸色阴沉的可怕 却不敢站出来解释 已经到了中午时分 龙天中还没出现 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 就在众人骂得正欢的时候 柳无邪猛闭睛睁开双眼 一股锐利之气 横扫四周 整个山脉顿时安静下来 搜 远处苍穹 传来一道急速破空声 随即 一道人影落在生死擂台上 正是消失已久的龙天中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柳无邪除了脸上不满杀意 看不出什么波动 相反龙天中脸上的表情扭曲在一起 到底这段时间龙天中经历了什么 让他看起来如此猙獰 你们快看 龙天中身上的气息好可怕 仅仅过去大半个月时间 他的修为怎么提升如此之多 大量的神士落在龙天中身上 察觉他身上气息很不正常 多了一股邪气 不正常 太不正常了 老夫认识他有些年月了 近日的龙天中 跟我认识的龙天中有很大的区别 一名老者站起来 脸上布满着不可思议 愤怒确实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扭曲 但不至于让整个人由内而外做出改变 就像是柳无邪 虽然他很想斩杀龙天中 最多是脸上流露出冷冽的杀意 龙天中不同 他的表情是猙獰 眼眸中透着邪气 像是被某种邪物占据了身体 难道他被夺舍了 一些修士开始大胆预测 龙天中是不是被某个怪物给夺舍了 才会变得如此可怕 不可能吧 龙长老之前可是神皇武崇敬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夺取他的肉身 立即有人站出来辩解 众说纷纭 谁也猜不透龙天中大半个月经历了什么 这些对柳无邪来说 无关紧要 只要龙天中到了即可 四目对视 无情的火光横撞苍穹 强横的杀意 卷起了层层潮汐 不断地涌向四面八方 镇守生死台四周的擎天神柱迅速亮起 形成一道巨型防御罩 将整个生死台笼罩 无需主持人 更不需要有人介绍 这一战三年前就传遍天下了 柳无邪 今日我会把你挫骨扬灰 龙天中声音有些沙哑 仿佛野兽在嘶吼 证明他内心的愤怒 已经达到最高值 能影响他的心智了 你以为接受了传承 就能杀了我吗 真是可笑至极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的嘲讽 龙天中出现的时候 他确实有些震惊 短短大半个月的时间 他竟然提升到半部神帝境 从细细上判断 无限于接近未神帝存在了 放眼天下 纵然是那些上古世家 也做不到再大半个月时间 将修为提升这么多 听到传承两个字 龙天中心里咯噔一声 他获得传承的事情 除了少数人之外 柳无邪是如何知晓的 很快抛弃大脑中的杂念 就算他知道了又如何 一会他就是死人了 坐在高台上的各大上古家族 强者面面相去 他们从龙天中身上 察觉到一股诡异的气息 你们察觉到了吗 龙天中身上的气息 像不像那个人 南黎家族来了两位长老 目光看向其他家族高层 小声问道 有点像 但不确定 东家强者眉头紧皱 大战还没开启 仅凭一缕气息 还无法判断 沙家 刘家 白家 斩家 雷家均有高手到场 他们既不支持龙天中 也不支持柳无邪 单纯观战 战吧 我等这一天太久了 柳无邪深吸一口气 一股无与伦比的气势冲销而出 震的方圆万里山脉不断晃动 要不是有阵法守护 离得近的那些修士 早就被先飞了 吴京的建议 席卷天地 形成一道道天地牢笼 将龙天中囚禁其中 天神殿高层屏住呼吸 这一战对他们来说 不论谁赢谁输 心里都不好受 事已至此 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这点实力就想杀我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 龙天中双拳陡然紧捏 笼罩下来的剑龙不断炸开 承受不住他周身气静 诡异的能量 轻松撕开柳无邪的布局 让场外所有人眼神骇然 大部分人情不自精湛起来